太可惜,一中国球队一次解散,球员转发散伙伴照片,趁着好远中超赛事,也进入了长达十多天的短暂间歇期,9月14号将展开中超22轮的比赛,提前让路亚冠的一方也将在14号对战全舰,泰达对战上岗以及备受关注的恒大和国安之战也在同日展开,这几场赛事想必也会十分精彩, 可对于全舰来说,也充满了压力,张路遭到国家队的抽调,虽说不太可能用到张路,但是路队的长途奔波也多少会对竞技状态造成影响,而全舰剩下的两门将几乎也是形同虚设,孙喜斌去年刚刚以业于球员的身份转到全舰,能力欠佳,而杨军虽说经验十足能力也够强,年近四十的他也是连坡老以上能犯否, 虽说衬不上是阿念俱辉,最近的球迷对于亚冠之战,也算是锤凶顿足以哭无泪,九月似乎总是充满别离,不久前媒体曝料中意球队上海身份可能面临着解散,随后网上又传出了这支球队散伙伴的照片,发图者佩恩表示了离别的难过心情,随后中意名将李常亮也是转发了这张照片并称祝好运, 李常亮作为之前合肥贵官的队长可能也是感触颇深,早在七月由于贵官欠薪未发也是被读写取消资格,而李常亮也被迫转会海南FC,对于这支球队的解散,球迷们心中多少也有了心理准备,早在六月身犯帝老板,也因为非法操作被刑拘, 而球队也是迟迟没能等来新任老板接手,而身犯帝老板周亮,也是因为之前的深花苏宁事件被球迷所熟知,作为激起深花和苏宁矛盾的始作俑者,周亮公开解说的那句苏北X,也让全国球迷无法忘怀,在国内的中超赛事之中,不同俱乐部的球迷之间玩笑的争执是常有的事情,而周亮的言行也彻底让苏宁和深花战成了堆, 所以立面,对于双方球迷来说,都不愿意变成今天这样的局面,多数球迷也表示周亮承担他犯下的错事活该,只是苦了球员。